大家好,我是阿伦,欢迎来到Scribe的学习课堂 今天为大家讲解的内容是 7次网站爬虫的核心代码解读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对于代码的解读分一下几个部分 首先是撞签工程 然后是编写item 再者是编写shider 编写pipeline 然后是调试运行代码 代码是之前写好的 在这里我只是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这个创建的过程 但不会去实际的去编写代码 第一步创建工程 创建工程的命令 相信大家还记得 使用的是Scribe Start Project 为了让大家印象更深刻 在这里 我把命令敲出来 后面这个CollectIPS 为这个项目的名字 执行这个命令 即创建了一个工程 然后是编写item 也就是说你要从这个网站上去获得哪些内容 看一下这个文件 它包含的字段有IP 端口 位置 类型 速度 最后的核查时间 然后是编写Spider Spider是爬虫的核心 也是用户自定义的部分 下面详细的去解读Spider的代码 第一行 编码声明 默认情况下以后在大家写程序的时候 请使用UTF8编码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不写UTF8编码 如果你在你的代码中出现了中文的注释 当你去编写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会告诉 第二行 去引入Scrappy这个包 紧接着是从 CollectIps这个包里面的 Atoms模块中 去引入CollectIpsAtom这个class 然后定义一个Spider 这个Spider的名字叫西茨Spider 它继承了Scrappy.Spider 定义它的名字 西茨 定义它抓取的网站的域名 定义它的初始链接 下面这个StartRequest 是用来生成初始的Request 咱们上节课观察过它的每一页的URL 是非常有规律的 它不一样的地方 只是最后一位的这个数字 这个网站总共有206页 咱们可以手动的去生成每一页的Request 这里用了一个Four循环 对1到206中的任意一个元素I 然后去生成 根据这个I去生成一个Request 然后再把生成的这个Request 放入到这个IQS这个list当中 最后去缓回这个list 下面这个还数Pulse 这个Pulse 查数解析的是 每一个URL所产生的页面 首先是获得这些IP所在的table标签元素 咱们从网页上具体的看一下 刚才说的那个table 也就是说这里的这个table 当获得这个table之后 下一步是获得这个table中的每一行 这个table的第一行 它是标题 对于咱们来说 咱们不需要把它给过滤掉 这里Four循环的时候 把第一行给过滤掉了 对于后面的行进行循环 首先是实力化一个Pri-item 这个是用来存储 你所抓取的数据的每一项 然后是获得IP IP是存在于表格里面的第三个元素 在这个地方 空白的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有一个TD了 现在IP地址 这一个TD 它是属于第三个TD 咱们获得这个TD的tax文本 然后是端口 道理是一样的 接着是位置 大家看位置这个地方 当你鼠标放到位置 这个 这一栏的时候 有的上面会显示下滑线 也就是说它是个超链接 但有的上面 它没有下滑杆 也就是说 在这个TD里面 不管它里面存在的是什么样的标签 我们要获得TD里面所有的文本 此时所使用的是一个String String函数 然后里面String函数的这个参数是TD5 就是说第五个单元格 意思就是获得第五个单元格里面所有的文本 这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它的用法 获得完文本之后 然后去抽取出来 然后对首尾的空白字符进行截取 下面这个Type 这个代理IP的类型 获取方法和IP一样 然后这里有一个Speed 当获取Speed的时候 这里有一点特殊 当你鼠标放到速度这一栏 上面的某一个绿色的条上面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数字 比如说这里的0.885秒 咱们去具体的看一下 它的HTML是什么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DIV的一个Title属性 下面又嵌到了一个DIV 但是这个DIV里面并没有包含具体的文本内容 所以咱们这里获取的应该是这个DIV的Title属性 但是呢我们获取的是这个0.885 但是我不想要那个秒 此时这里使用了一个正折过滤 这两行代码的完整的意思是 对这一行使用XPass去抽取第八个单元格中的DIV中的 class等于8的这个DIV 然后再去获得这个DIV的Title属性 对于获取出来的Title属性 再使用正折去过滤我们想要的内容 这里有一个斜杠D大括号02 它匹配的就是这个0.885 这个点之前的数字 也就是说这个点之前的数字 它可以是0个1个或2个 然后这个点再匹配点 这个点我们加了一个反斜杠 也就是说这个点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点 紧接着又是一个下滑杠D 也就是说再去匹配数字 这个匹配的数字是大于等于0个数字 它的写法是斜杠D大括号0 斗号大括号 然后再去匹配到的第一个元素 也就是说下标为0的那个元素 然后是它的验证时间 就是说你这个IP是什么时候验证的 这个使用的方法和XPass是一样的 然后把你获得的这个PrayItem 去放到Items这个list中 并最终去缓回这个Items 这是一个完整的Spider的一个编写方式 一般情况下 在这个Spider里面 你肯定会引入你要抓取那个类 然后就是去编写你的这个Spider 它的名字是必须的 Allow domain 这是可选的 StartUIL也是可选的 如果你定义了这个StartRequest 下面这个Pause函数 它是一个你这个Spider的一个核心 它定义了怎样去解析这个网页 并且怎么样从这个网页上再抽取下一步要解析的那个UIL 和所要抓取的数据 然后看是编写并配置Pipeline 咱们再看一下Pipeline 因为咱们所获取的这些数据会存到MyCircle之中 所以要引入一个操作MyCircle的一个lib 它的名字叫MyCircleDB 然后去定义这个Pipeline 这个Pipeline必须要实现的一个方法为 PoseItem 它的两个参数为Item和Spider 首先咱们去获得在Settings 那个文件中所配置的数据库连接参数 也就是这里配置的这个 DBKWARGS 也就是连接数据库的这个参数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用法 咱们是通过Spider 然后再通过Spider中的Settings处形 然后是从Settings中去获得这个变量 再接着是通过这个参数去连接数据库 连接完之后去获得游标 然后再定义一个Circle语句 由于这个Circle语句比较长 咱们分了两行去写 写的时候 这是字符串的一种用法 就是说你把你这个字符串扩起来 在这一行你可以用一个双引号 引起来一些字符串 紧接着下一行 又可以用两个双引号 引起来一些字符串 这两个字符串要放在一个括号当中 这样的话 这两个字符串之间 就不用加什么连接符了 然后是List 也就是说你要插入的那些数据 然后去执行这个Circle语句 它是调用了CUR.exe 第一个参数尾上面的这个Circle 第二个参数尾你所要插入的这个数据 由于在和数据库交付的过程中 比较容易出现问题 所以咱们给它加了一个异常处理 放在了这个TRI中 如果这条Circle语句执行出错的话 我们去获得它的这个遗常 并打印出来 并把所产生的这些操作回滚 如果没有发生错误 也就是说这条Circle语句执行成功 因为它是Insert语句 当你执行完这个Circle之后 一定要提交 当你提交之后 它才会生效 当你进行完这些所有的操作之后 那么最后要做的一个后续处理 就是关闭这个连接 当然在这里如果你不关闭的话 也没什么问题 希望大家养成这样一个良好的习惯 有打开有关闭 最后是缓回这个Item 缓回这个Item的目的是 如果你现在你的Pipeline是只有一个 其实你不缓回这个Item 也没有什么关系 当如果你有很多个Pipeline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一连串的管道 这个Item要在这一连串的管道中进行处理 那个时候你就要必须去缓回这个Item 编写完之后 就是去配置这个Pipeline 使它生效 配置的地方在Settings里面 也就是说这几行 这个配置变量叫ItemPublines 希望大家以后在写的时候 一定不要写错 Item下号-Publines 等于这是一个大括号 大括号里面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字典 这个字典的K 是你这个Pipeline这个class的路径 这KidValue300 也就是说这个Pipeline它的一个顺序 序号 配置完之后 下一步就是去执行这个爬虫 一般情况下 当进入了这个目录之后 先执行Scribe List 去查看一下 有哪些爬虫 此时也可以执行这条命令的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说检查你这个工程是否有错误 如果有错误的话 在这个地方肯定会列出来 这里列出了咱们仅有的一个爬虫 叫西茨 下面去执行这个西茨的化妆 执行的命令为ScribeCraw 西茨 由于它的页面交多 有205页 所以说它需要一段时间去执行 在这里咱们不再等待它完全执行完毕 中断它 Ctrl-C 虽然说中断了 它仍然产生了一些结果 咱们可以看一下在数据库里面是否有 可以看到已经产生了696条数据 IP Pot Type Get Post Pressing Speed Last Check Time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 我使用的这个工具叫PIPMyAdmin 如果大家对这个工具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使用它 对于这个工具的安装有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 咱们可以通过一个叫WAMP的软件 安装一下 比如说在Windows上去安装这个WAMP 安装完之后 它会安装 Apaq Masircle PHP 然后 它集成了这个PHPMyAdmin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安装这个PHPMyAdmin 为了简单快捷 咱们可以安装一个叫WAMP的软件 安装完这个之后再去安装这个PHPMyAdmin 这样会方便很多 刚才所运行的那个过程 也就是说最后的这一步调次运行代码 因为这个代码我之前已经调次运行过 所以它并没有任何错误 当实际 当你实际别一写爬种代码的时候 难免会碰到一些错误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Spider的核心代码 在PERS这个里面 咱们再获得这些使用XPath这个过滤器 去抽取元素的时候 有可能我们某一个地方会写的不对 或者说写的不完整 此时实行的时候就会爆错 为了对某一个网页进行检测 就是说检测我们的XPath写的是否对 可以对其中的一个子页面进行请求 比如说这一个 使用Scribe下午工具 执行完这个之后 它会产生一些咱们可用的变量 比如说重要的这个Response 可以通过这个Response 这里的这个Response 和代码中的这个Response 它其实是一样的 然后咱们就可以执行以下的这些代码 去调试我们的XPath路径 是否正确 这是一个比较好用的工具 就是Response 今天的课程呢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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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